好 接下来今天的抗医点通 我们要跟北医的胸腔内科主治医师周百谦连线 周医师好 大家好 我是周百谦 是 那么今天有三个案例要请教您 我们先来讲讲第一个 就是在屏东有一个国小的男童 他确诊发高烧 妈妈带他去医院 可是因为实在医疗量能不足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去 然后他带着儿子回家就自力救济 妈妈把整个过程po到脸书上 他说他有问医生朋友 然后他就上网去自己学了 所谓的肺部按摩 他说只要状况许可的话 就可以在肺部的周边按压跟拍打 那周医师是胸腔内科的专业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使用这种肺部按摩 它是可行的吗 那因为有些老人家 他的脓痰也很严重 甚至会咳到没办法呼吸 紧急送医之前 是可以这样子处理的吗 新冠肺炎以为它是一个病毒感染 所以病毒的关系 它会造成从呼吸道 从上呼吸道 咽喉到气管 甚至于肺部 有不同的一个症状 那病毒所造成的鼻腔跟咽喉的问题 就会产生大家现前所注意到 许多人在罹患新冠肺炎之后 鼻塞流鼻水喉咙痛 这些都算 然后发烧 其实它不等同于肺炎 由于这些病毒的进入体内 会引发免疫反应 所以身体一定会产生一些相关的一些 抗血激素跟生物激素 目的是透过发烧 增强免疫力 来改善对抗病毒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般来说发烧不等同于肺炎 而真的如果因为新冠肺炎 而引起所谓的一个肺炎的话 它其实属于病毒型肺炎 那病毒型肺炎 它其实疼不会多 而会和一般大家印象中所知道的 戏剧性肺炎不同 像戏剧性肺炎很容易就有浓痰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话 新冠肺炎 如果真的有胸部的症状 其实一开始疼不会多 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的一个拍弹效果会不佳 所以一般来说对于这些 发高烧的一些小朋友 他如果说真的高烧不退 这时候其实会不会变成重症的一个关键 会在于说它的一个意识状况 进食的能力之外 最重要的点是氧气保和度 那氧气保和度的话 这部分它在病毒型肺炎 是很好的一个预测指标 由于病毒型肺炎是病毒跟相关发炎因子占据的被炮 所以氧气浓度一般来说会下降 在严重的病患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有个氧气保和度侦测仪的话 它低于94 这时候就比较小心 因为小朋友它的氧气保和度 一般在94到98以上 那这时候如果说降到94或降到90的话 这时候可能在发烧的同时 应该是要尽快去到医院 来确认是否有病毒型肺炎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轻症可以处理的情况 那尽早针对病毒的部分所造成的缺氧来清洗治疗 才能够减少多器官损伤所造成的一些重症案例 那肺部按摩的部分 像肺部按摩 因为其实肺部这个部分也蛮敏感的 那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因为肺部按摩一般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过发烧不同有肺炎 所以在没有肺炎的情况下 你肺部按摩只能够说它可能没有功效 原因是因为肺部并没有很多的痰 所以在按摩的同时 基本上也对于这种没有痰的一个发烧 帮忙其实有限 但应该也不至于有害 反而这种发烧与其胸腔按摩 不如说尽快的给予足够的水分 适度给予退烧药 同时监测氧气 这样能够最有效的去控制病情的进展 是是 那周医师我们还有一个案例 是我们的一个主播同事 他是确诊 他说他一开始是突然间觉得喉咙痒痒的 然后有一点点痛 他立刻快筛发现是阴性 他想说OK 过了几个钟头之后就开始发烧了 但这时候快筛还一样是阴性 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烧到39度 然后全身酸痛 吃了退烧药之后等到白天 他又快筛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两条线 就是阳性 后来他到医院去做PCR的时候 就确诊无误 所以大家想说 在这过程当中 大家筛的时候想说是阴性应该没问题 但是后来他退烧以后 反而还阳性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 病毒进入体内 他会引起先天免疫跟后天免疫的一个作动 所以这时候他的发烧 是一种相对代表身体 侦测到有外来的病原体的进入 所以发烧的语音 是因为要让全身的免疫反应能够增强 来攻击病毒 降低病毒进入体内 产生二次的一个伤害 有时候打完疫苗之后 他的抗体一旦上升 发高是类似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病毒的量 由于他不一定跟发烧成正比 由于病毒一旦进入体内 他是一个外来病原体 那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免疫反应 所以说发烧 虽然说很严重 但可能在鼻腔或口腔的病毒量 并不一定非常的多 因为他只是一个先行指标 那由于我们的快捷设计 他有灵敏度的一个差别 也就是说我们的快捷设计 其实有几十种 那并不是每个都可以在低病毒量被侦测到 所以在这种已经先发烧 理论上是有病毒的存在 但却因为病毒的量 落在这个侦测试剂 它的一个可在这范围之外的话 可能要等到隔天 病毒量继续累积 这时候才会被侦测出来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退烧之后 快才得阳性 其实这基本上也 只是代表初期病毒量不高 后期病毒量继续增加 但如果说连续每天都发烧 病毒量都一直很多的话 这时候反而还要小心 因为这代表 你体内的一个免疫系统 虽然有作动 但是却不足以产生 足够的一些免疫反应 来让这些病毒的量 能够获得控制 所以快筛的速度使用 搭配症状 那即使是初期阴性 但是通常隔天会阳性的话 都代表应该是确诊无误 是 所以初期 可能是因为这病毒量还不够 所以才会筛出来是阴性的 那最后还有个案例 就是有一对网红夫妇 他们是一家六口都染疫 然后有一个在药局工作的网友 就跟他讲说 请他转达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的药物都缺货 他说尤其是小朋友的退烧药水 好 那我就请教一下周医师 如果说真的没有儿童 退烧药物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成人的退烧药 譬如说用一半分量这样OK吗 还是说绝对不行 那另外就是常用的 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备的用药 有没有什么禁忌要注意的呢 一般来说在这种病毒的影响下 发高烧会比较常见 那这种发烧由于它虽然说是一种好的免疫反应 但是持续的高烧会造成人非常不舒服 那小朋友其实他的退烧药 是不是一定要用糖浆的方式 这部分又看到小朋友吞药的习惯 其实很多小朋友可能七岁八岁 就开始吞药丸 那药丸的部分跟药水的比较起来 其实不一定比较不容易吞服 所以假如说小朋友有办法吞服药丸的话 这时候其实可以用持人的药物 按照体重为比例来做换算 那与上来讲的话 我们的一个止痛药这些 或退烧药这些部分 比较安全的还是叫以细安分 就是说我们常常提到的类似普郎 可能这类的那都算 那它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退烧药 那通常来讲60公斤 如果吃一颗的话 30公斤可以以一半来计算 或是可以参考之前去诊所看病 如果说小朋友曾经吃过 类似的一个退烧药 他当时的剂量就给用来做参考 那这些把成人的一个剂量 透过体重来做换算 可以初期的达到减少持续发烧 造成的小朋友的不舒服 那当然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 退烧药即使退烧 那一天内不要服用多次 如果一天内服用了很多次 烧还是没有退烧下来的话 通常是水分的部分补充不足 因为很多小朋友一发烧 就不太想喝水 不太想吃东西 所以水分没有补充足够 即使吃了退烧药 由于它没有足够的水分 透过流汗来散发热量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 适度的退烧药的使用 搭配上足够的水分式的摄取 那透过足够的水分 让流汗的方式可以持续让烧退的话 病人才能够尽快的 从发烧的问题中解脱 有时候小朋友如果说连 退烧药跟喝水效果都不好的话 可以适度透过一些温水 预的一些方法 让血管能够扩张 那它建议也能够让 热量的散发能够比较增快 来减少一些 持续发烧造成的不舒服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